你好 郭成32岁却写满了沧桑的脸 怎么了 风餐露宿了 对 北京这两天来 雾霾有点大 然后风吹得我的脸比较红 你看见这个 这个郭成身上有根带子 它萨克斯风吹得特别好 为什么会喜欢吹这个呀 这个是熊挑学的一门乐器嘛 就是说那个人嘛 还是说有一门意 放在身上的话 都是对自己有好处的 所以就一直坚持了下来 你刚才说你最高的职位 做到过总经理助理 对 对 多大的企业 大概的话 从我们初期组建的话 一共大概有五个人左右 到最后所有的销售团队的话 加起来应该是三十几个人左右 但是的话 我基本是负责前期开发的工作 就是一个小企业 对 你是做总经理处理 对 对 对 你的职责都是些什么 总经理所交办的具体事项 包括是日常行政的处理 然后还要管对外的 那个行政部门的这些接洽 你管得好多 对 对 对 管得好宽 总经理宿里可能就是 那你提炼总结一下 你这个到底是个什么稿 你是一个传话筒的作用 对吧 你是完全的付出性质 还是到了你这儿 你会把它改变了 变成你的意思汇报给他 还是说需要所有的信息 在你这儿加工一下 不会 不会 基本上不会 过程我就问你 你是不是完全百分之百负数吧 对 我基本上 那就是传话筒嘛 就是私人助理 对 对 对 因为我像公司和股东老板 那里汇报的时候 我不会跟他讲这么多过程 他也不会听跟我说 你昨天这个地方 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他只会说 你告诉我 今天这个事搞好了没有 就是这样 那你这干到2015年2月之后 你都干什么去了 我去考了一个 全国的保险行业的 那个从业资格证 你想做保险 不是 我是主要看见 广东那边的 就是现在那个政策发展 方向很好 这个 只有金融行业的人 他可以去考那个 注册的那个金融师 也就是说你想进入金融业 可以这么理解吗 这里 不是这样理解的 因为我是觉得 这个政的话 对于我来说的话 就是包括以后 我如果是在广州落户定居 都能给我提到 就说一个很大的优势 你想落户广州 所以考这个政 也不能完全这样说 因为是这样 你到底是为什么考这个政 因为我觉得有这个东西 对我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就是闲得没事 你记不压身 我就考一个 将来没准我落定广州了呢 对 是吗 对 哎呀 你这个字 跟你的长相差不多呀 是吗 你看刚才那个姑娘 一直手不 左手写字 比你写的工整多了呀 但这有一个好处 您知道吗 什么好处 我写文件保密性高啊 就除了我给总经理解读 没人看得懂的 你很幽默啊 你写的最像也看不到啊 看不懂了 做事还是要严谨 你今天来求职的是助理 秘书和行政相关工作 你的字可不能写得这么潦草 对 好吧 你这个应聘宣言是相信我 你懂的 对对 我懂什么呀 你告诉我 是什么 你要觉得最低薪金是八千 为什么呀 你上一份工作才五千最高 怎么突然蹦了三千了 其实这是我的一个理想的心智 我就说最低薪金不低于多少 最低薪金的话是不低于六千 第一轮选择秘乞雷 灭离战 两车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